台湾约有200多位专职碑工获成协作 协助登山客背得更轻松 背上铝架塞满物品跟公粮 但常态负重30公斤忙碌与危险 也同时暴露在岩块群山之间 真实而且致命 我第一次看说背那么重 要过那个可能你只要踏错一步 可能就是7天后晚回家这样子 自从开放山林政策之后 也进入山屋整届年代 年底前完成的有马驳成功等山屋 到2024年连同林物局 总共有36座山屋进行兴建跟整修 一件接一件发包 背负工程的薪水 目前国家公园拉高到5000元左右 如果超过60公斤 单趟单人约有万元以上 比起登山商业团的单日4000元 更高兴 但也引来牺牲膝盖换山屋的疑虑 我在有限的职业上 我能够多断一点事多断一点 那当然是用健康去换来 说实在话是这样子 因为他的路段非常危险 我就没有 他们一直问过我们 说要不要沉冷 就没那个意愿啦 就算单价再高 有的路段非常危险 或者是死亡过的 有人摔落过的 他们会摔我们也会摔啊 卑躬以量一架 单趟百公斤不过数万元 但若是直升机运补 费用动辄百万以上 神人级卑躬的出现 无非是包商成本考量下的产物 一个小时给你拿30万40万 飞到台南一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来回 这些都算钱啊 那你做100公斤 他可能给你拿三个小时 就没法跟上 一家闹 我给你拿十多款 直到最后 他可能变得一小时 这些人 还没想到 每个人 更多 火花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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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